明天早安 哈囉各位夜店好朋友,大家好 今日中央民國130年6月20日 星期六 我們上次有幫這個我們實驗中的那個釋迦 這個是我們吃鳳梨釋迦 那個種出來的食生苗 那我們在一直在實驗中 今年終於開花結果 這裡一顆 前面也一顆 那我們上次有幫他做一些套袋 我們是用巴勒的保麗龍套袋加上沙網袋 那我們因為資材不夠 我們今天再來補一下這個紙袋 我們用紙袋把那個還沒套的套起來 來,有啊 這張正常我都用抓地 然後等一下再說一下,來,你看 它這個是鳳梨釋迦的食生苗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點繁組的現象 所謂繁組的現象就是 你不要這樣大一點,它在補粉 果粉都可以用掉,這隻,這顆蟲 這我就是要揭掉 它這樣,用掉了 它上面也會有果粉,不要這樣弄它 看起來有點繁組的樣子 也就是說它看起來有點像一般的釋迦 不過果形還是比一般的釋迦稍微長一點 啊,底下我們有喔 好像有,但沒有繁組的 要去漏一顆 那我旁邊 喔,在旁邊 在旁邊 在旁邊 好,那我們現在把上次沒套到的 我們現在把它補套袋一下 來,這兩張,我們現在套袋都給它補起來 最後它到底能不能吃 第一個能不能吃 那第二個,它吃起來的果肉 是Q的 鳳梨絲炸Q的果肉呢 還是一般的釋迦糊狀的 薑,薑果 薑狀的果肉 還不知道 很多人跟我們說它會繁組 所以我們還在期待中 這裡也有一顆 這顆就看起來就真的是繁組 繁組後的那種樣子 這一顆 這顆 越來越像一般的釋迦糊 當它開火 結束的時候 還要像鳳梨絲家 真的開始在看起來 真的有繁組現象 不過不管有沒有繁組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繁組 有沒有人養過孔雀魚 孔雀魚有一種是 市面上 買的孔雀魚 它很漂亮 五顏六色 尾巴又長 那 那個顏色又多 但是有沒有發現 我們養久之後 一代接著一代之後 它 那個 那種顏色就變得非常的 不那麼明顯 而且尾巴 它的尾 尾 複齊跟 那個 那個複齊等等 都會變短 那最後 最後會 回歸到它跟 野生孔雀一樣的狀態 那個就是所謂的繁組 那這個 鳳梨絲架也是 因為鳳梨絲架 它是改良品種 那改良品種 它在一代一代繁殖下來的話 有時候就回歸到它 原來還沒改良的那種 樣子 也就是說原來的絲架的樣子 那這顆的狀況 鳳梨絲架的特色也有 那一般絲架的特色也有 從外觀上面來看 包含它的葉子 目前的葉子是比較像一般的絲架 那果子呢 有些果形比較長是比較像鳳梨絲架 但是現在它的林 上面那個林木 林木看起來又有點像一般的絲架 所以 有繁組的現象 確實是有繁組的現象 但是它口感還不知道 口感還沒熟還沒吃過 所以還在等待中 好 那先放就沒關係 放這隻縮的 好 待會再用先放起來 好 好 那裡面還有三顆 還有三顆 那有機型的 我會把我們抓 好啊 機型把我們抓 機型的 沒有那麼有機型 有時候 站在機型的 也沒有稍微擺 看那不會在人家 不會在人家 不會在人家 這肠跟慢慢的 哪有 怎麼知道 我已很難問 這個是這樣 沒有 沒有 這不可以 待會再opy�59 那搞甚麼 好啦 那我們幫這個鳳梨斯加石森苗的補形套袋 就到這邊記錄一下 下一次記錄 希望就是可以採果的時候 再做一個記錄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一次記錄 請去禁止